疫情延伤还是有好消息传出 3月30号从美国纽约返台 有最毒班机之称的华航CI-01班机 累计12人确诊 不过其他的乘客和机组人员 共328人 裁检结果至今都是阴性 另外引发高度关注的案379 酒店女公关 123名相关的接触者 监测期也都结束 确认没有人被感染 双双宣布结案 指挥官陈时中也表示 台湾已经有10天 没有再新增本土个案 这是个好现象 但是当务之急 还是要全力的厘清 海军盘石舰的感染源头 也呼吁社会少点责难 因为人与人之间 只要失去信任 病毒就有机可乘 这两个案子我们都会结案 在记者会大声宣布 已经出现12位肺炎确诊病患的 华航班机和酒店女公关 这两起可能引发群聚感染的案件 宣告危机解除 剩余的328人的检验全部都完毕了 相关的接触者123人 到昨天都已经监测期满 原本国人关注的毒班机 还有酒店女公关宣布结案 加上已经连续10天 没有本土个案产生 指挥中心做出这样的结论 有一些现象在目前是比较好的 持续到今天第10天 我们都没有一个本土个案的确诊 但社区这条防线到底守不守得住 目前焦点放在海军敦陆舰队 由于国防部说辞反复引发批评 这也让指挥官 陈时中忍不住要替国防部说话 就担心社会执意声浪 让接受调查的官兵不敢说实话 陈时中呼吁 这时全民应该共同做一件事 才能对抗病毒 如果人之间开始不信任 那当然病毒就有机可乘 记者林孟永张士奎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